其实您是最近这两年是得奖连连 前中研院院长翁起慧南德上节目 和民事新闻传播群副总胡万琳面对面 开心畅谈 因为他和中研院团队研发出广效疫苗 可对抗不同变异株 用糖分子研发出来的广效疫苗 都可以对付这些不同的变异株吗 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子 翁起慧在节目中还拿出图表细心解说 不过外界关注COVID-19肆虐全球病毒 不断突变进化 翁起慧和团队利用糖分子研发 可对抗病毒突变的疫苗 但外界更关注疫苗何时能上市 因为这个紧急需要 所以比如说莫德纳或者那个BNT 因为美国有成立这个所谓取速行动计划 那假如我们这个也走向这个取速行动计划 当然就会很快速的 一两年就有可能 就未来一两年内可以预期 可能可以就上市了 对 毕竟COVID-19从爆发以来 已经造成全球百万人死亡 若广效疫苗能顺利上市 不仅能造福全球 更能擦亮台湾的金字招牌 成为国际之光 新闻综合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